四箱 一人扛着一大箱走进家里工厂 他们都是要来退货口罩 而因为买的量实在太多 这位退货先生也很无奈 那你退多少 我退四箱多 一箱大概几个 一箱四十个 自从事件爆发后掀起退货潮 各县市同步回收家里口罩 7号共回收多达43万4851片口罩 新北市占最多40万8千多片 台北市和宜蘭县等则各占1万多片 而这四天回收达187万5千多片 就怕再有冒牌货 指挥中心也规定国产医用口罩 未来要强制印上钢印字样 将强制要求国产医用的平面式口罩 竹片以钢印标示MD及Made in Taiwan 那最快是两周内实施 口罩印上MD或MIT字样 就是要让国人可以清楚辨识 因为近日官务署就扣押了 84万多片未造MIT的口罩 外界担心是否又有国家队的摄入 甚至还爆发改口争议 经过详细调查后 指挥中心终于给出答案 比对收件的名称 统一编号跟地址资料 那目前 不过最近帽牌口罩多就是因为国外疫情复燃 连带影响台湾民众恐慌口罩需求再提升 指挥中心宣布国内在天一名境外移入个案 是长期在法国工作的20多岁女性 6号返台后确诊 目前住院治疗当中 而台湾共495例确诊 403例境外移入 55例本土病例 36例敦目舰队 一例不明 只不过在这个国内疫情稳定之际 没想到却意外掀起 冒牌口罩之乱 欢迎讯息宇德行 宋军与镇海中 台北报道